香港有很多順德人 順德菜出名得不得了 特別是淡水魚的菜 其中的土糧魚 我想所有香港人都認識 土糧魚又不是貴魚 其實肉是很滑的 但土糧魚有一個很不好的方法 就是它的骨很多 順德人真的很聰明 將它拆骨加配料之後 釀放到糧魚 我們要做這個土糧魚 如果你買一條活的土糧魚回家 你要把它起骨、拆皮是比較難的 但幸好我們香港街市的賣魚檔 很多時候它都會幫你做的 你會問它 我想買一條釀鯪魚的鯪魚 它就知道了 它怎樣做呢 就是將那條鯪魚變成這幾樣東西 一個就是將皮糧 很帥仔的 整個起出來 然後就將骨子起出來 然後當然就有兩塊肉 我們魚骨就不要了 有時候你會說 賣魚當它不肯起 就給多幾元 人家做得這麼漂亮 你做不到的 我們現在開始釀鯪魚了 好啊 這條鯪魚大概是半斤一條 現在我們就釀一條給大家看 好 交給你 好 現在就開始了 我們知道鯪魚是多骨的 多骨也不是問題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鯪魚的骨是否順著的 我們知道骨的方向 第一我們切鯪魚的時候 就是這樣切 我們就要把它皮向下 然後這樣切過來 如果這樣切過來 骨是不會斷的 這樣切下去 基本上所有的細骨都會碎了 大家都聽到十聲 切斷骨 不要急 第一次切得越薄 骨就會切得越細 打橫切了 切斷骨 現在就要剁了 剁的時候 就要花多少時間 越細 魚就越漂亮 好 鯪魚就剁到差不多了 什麼叫夠呢 這樣 很簡單 我們拿一手拿小 摸一摸 這樣就知道了 有沒有骨頭 摸到的 如果你摸到一輪 沒有東西刺繡 即是夠細 鯪魚就要搭到起膠 所以我們要放到大碗 搭之前要加少許鹽 加少許胡椒粉 還有加少許水 因為魚肉很乾 如果乾的話 我們攪不起 我們浸蝦米 加少許水 大約三四茶匙 不用太多 現在就把魚肉攪拌 處理方向 攪拌 攪拌 在這個過程中 千萬不要放酒 如果放酒 它不會起膠 亦會散 你看看 我攪拌了一輪 開始起膠了 黏了也未夠 要攪拌 你攪拌 五六七八下 沒有什麼所謂 我現在放什麼呢 放些冬菇 還有有肥臘肉 蝦米蓉 我攪拌出來 這樣 浸了蝦米 至少的蝦米就可以了 然後稍微削細 加少許生粉 是不是要切完蝦 切完蝦 切完蝦就可以了 不用這麼多 鬆切蔥朱 沒所謂 好 攪拌下來 有些油 要加的 是麻油來的 加少許油 拌一拌 這個魚 一定要用手 沒有辦法 用筷子 沒有筷子弄得均勻 拌勻 可以釀 魚我們洗過 裡面有水 我先用兩張紙 吸乾水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雖然我們剁碎了骨 但是背部 骨很厲害 所以我們用剪刀 就剪掉了 不然你吃的時候 這些很厲害 容易刺傷 我們放少許粉 塗一塗 讓它釀餡 容易黏 做一層粉 開始釀了 由頭開始 由前面的部分開始 釀的時候 我們向裡面推 由頭開始 池羹 你向頭頂過去 推 手指幫忙 我們輕輕按著它 將魚兩邊 我剪起它 掃平了之後 這樣輕輕 將它埋位 將魚捏捏 輕輕捏捏 這樣做一下 成一條魚的形狀 稍微按一下它 稍微按一下它 因為剛才按扁了魚 因為剛才抹開來釀 現在呢 弄近一點 輕拉近它 這個釀來這個釀好 我們在煎魚之前 我們就掃一些生粉 煎好魚的時候 我們先煎肚子 先把肚子放進去 定位置 魚不會熱開 我們在中間 煎魚慢慢 又不用太慢火 要慢慢煎 煎完一邊 煎香了 兩邊每邊再煎 煎香了 這樣就可以了 魚煎好了 但是吃就不能整條魚吃 所以我們把它切成一段 再煎香一點 好 現在我們就拿過去煎 慢火將它兩邊煎開 煎香了之後 魚煎好了 我們現在把它排成 整條魚的形狀 就可以上桌了 promises 你在天上桌 煎的 餃子 bueno 為啥 該複 opportunities